來,我們想一下 哈囉 這邊有東西 它的質量是M 有在聽嗎? 有 它距離地面的高度是H 它傳到位置是多少 位置是多少 MGH 沒有問題 有 怎麼來的? 不知道 好,我們來看一下 370 什麼? 你剛剛講錯,你剛剛講位 我說位能啊 好,我們講說 我們在定義弓這件事情的時候 教我這個人在定義弓這件事情的時候發現了 他發現說我們是同樣的力 在施力的方向走的距離 跟你所需要的耗鼠的弓是一樣的 是有一層正比的關係 所以我發現工會正比於我施能力的大小 譬如說我上次舉的意思 我這樣的質量 從空中掉下來 去拿地面上那個釘子 去拿地面上那個釘子 就是 我這個高度 跟質量的關係 我發現 我用的質量越大 它的釘子可以砸得越深 我這個高度越高 我釘子可以砸得越深 所以假設你一定砸到頭裡面的這個叫做做工的話 也就是你的工 跟你的力量 這個力量是來 事實上這個質量是來自於 地球給它一個線量 地球給它一個線量 地球給它一個線量是mg 是啊 所以它正比於這個f mg的部分 它這個做工也會正比於它的高度 是不是 是不是 是 所以它就給它一個定義 想說我們的做工什麼呢 等於mg乘上h 不然你要選擇f乘上h也可以 就是我們的力量 跟力量同方向的位移 f等於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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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等於mg有沒有問題 g等於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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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就是a 因為它在這邊是地球給它吸引力 所以不用g 總共有4支 重力加速度 對不對 你要說你的動力是mg mg 沒有問題 沒有 在地球表面 你的a是多少 9.8 就是g 對不對 在地球表面你的m 你的a 你的加速度就是g 我在這邊 放開 想要這個分比用多少 下速度下下 g g 有問題 沒有問題 所以這個分比 在這邊放開 地球給它吸引力是多少 g 不是g mg mg 對不對 你質量是多少 就是地球給你力量 這樣沒有問題 所以 我們在定義這個公的時候 就定義 公就是力量 才讓它力量的方向所移動的距離 你私力方向所移動的距離 有沒有問題 好 就像這個石頭從天空掉下來 石頭從天空掉下來 地球給這個石頭 撕了一個力 叫mg 它的高度是h 所以它這個地球是不是壓一個吸引力 而且做的距離 是做的h的距離 所以它的公就是m乘H 也就是mg乘H 當中底 所以這位能是這樣來的 所以當我們 把一個東西 拿到一個h高度的時候 我們就說這東西具有無能量 這能量是誰給它的 這能量是我給它的 因為從地面舉起來 對 舉到這個高度了 所以它東西本來在這裡 它東西本來在這裡 我把它舉起來 我抵抗了地心引力對不對 我把它舉起來 我把它舉起來 舉到這邊的時候 我是不是做了工 我做了多少工 H 1分之1md 不是 我只把它舉起來 我做了多少工 m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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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為哪 對 我做了工 是不是等它得到的量 它從這邊 舉起來到這邊 它有沒有速度 有 它現在有速度嗎 它現在沒有 沒速度啊 它沒有速度 它舉起來的時候 當然有速度 可是我舉起來的時候 我速度就回到0了 所以我這邊速度也是0 這邊速度也是0 對不對 所以它是 動能有沒有增加 動能沒有 動能沒有 動能有沒有增加 有啊 它增加能量是我消耗的工 對啊 是有等於我做的工 我做出去 我對它做的工 等於它得到的能量 對啊 對不對 它得到能量是多少 是mgh 因為我從這邊要把它舉起來 我這邊試的力要試多少 它會被我 舉起來 要試多大力 要試mgh的力吧 我的意思是 比mgh大一點點 它會被我 舉上來 對啊 我試給它mgh的力 我試多遠 h h的高度嗎 所以我做了多少高 mgh 所以mgh 有問題 沒有 有 放不下 我也能不能弄 我 我 我已經講得很清楚 我推它 我會用f的力量推它 我推了一個低的距離 我做了多少高 我用f的力一直推它 找了低的距離 怎麼是md md md 對不對 對 等一下喔 等一下喔 公 公是 你的力 在層上 的一種主義 對啊 等一下 好 那我把這邊 在這邊 我開始往上提 我必須試給它mg的力 我才提得起來 對不對 因為它收益線已經吸 它是mg嘛 我的力量不是剛好大於mg 多一點 我才舉得動嗎 它才會移動 對不對 剛好力量大於mg 我才把它舉起來 其中一種停止 它停下來 好 停下來 那我們 姑且不論 實際上我試的力度 不會是很利喔 我試的力度是變化的 我開車的時候力量大一點 快到時候力量會變小 會讓它減速度 會讓它停止 比如 你看喔 我一定會到 感覺上 我從這邊開始移動的時候速度會快一點 到快到時候我就會開始減速 然後停在這裡 對不對 所以我試的力 這邊的力是比較大的 這邊的力是比較大的 快到的力會比較小 這是一個變化 可是這變化我們很難提算 可是你要知道我所做的能力 知道它得到多少 它的能量改變了多少 就知道我做了多少功 它能量改變多少 我們看 是不是它為了能增加了 變成mgh 表示我所做的功 就是mgh 嗯 好 我們又回到最原始 功跟能是甚麼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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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麼是功 甚麼是能 功 功 功跟能是甚麼關係 我們就名詞上解釋來講 功跟能是甚麼關係 功跟能是甚麼關係 我知道 你說 這個功跟能是他產生的能量 等於他被施的功 OK OK 陳佑說看 呃其實我 不太會講 蛤 你寫得很好啊 他你寫得不錯 嗯 功就是指 中 中力 然後 部體 嚴重力方向的未來 那是功的定義 你有個功跟能的關係 那是你寫的嗎 我所消耗的能量 等同於我做的功 也等於此物體得到的能量 對 我 推你 好 我是不是消耗能量 我是不是消耗能量 好 我會不會消耗能量 你會不會消耗能量 我的能量好像已經升上去了 我可以說這個能量的轉換 就是我所做的功 所以我做的功 來來來來 這個能量轉換過去了 表示我做了多少功呢 我做的是功 就是我消耗掉的能量 也就是我讓對方得到的能量 好嗎 這是一通的東西 所以你看這個物體 被我從這邊取到這邊 他的能量增加了沒有 他能量增加了 他能量增加了 能量 對 能量增加 他真的有未能啊 對啊 我把他舉起來 他假設就有釘子 他就被打下去了 對 表示我先對他做功 我對他做功的時候 我把他放開 他對誰做功 地板 他對地板做功 沒有錯 他對地板做功 只是因為這功太小 你沒有感覺他會變化 假設我這邊有放一個 雞蛋 我拿的是石頭 掉下去 這雞蛋沒有打破嗎 看你掉要怎麼準 蛤 看你掉要怎麼準 對啊 不丟準 如果沒有丟準的話 假設你像是爛泥巴 我拿個石頭 掉下去 不丟 爛泥巴你們 卸下去對不對 卸下去也是沒有做功的 爛泥巴不見的是 濕濕的爛泥巴 可是軟軟的爛泥巴 反正就是我一些變化 就變化產生 那就是做功 那就是我在做功 那我所做的功 等同我所消耗的能量啊 我本來這邊的能量比較高 我這邊的能量比較低 我從能量高到能量低的地方 我是把能量給消耗掉 是不是這樣子 是不是這樣子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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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C O 睡覺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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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降下來,往這邊要減速 從這個點到這個點,你可以看,先加速之後減速 很難知道你給板差的加速度 就是板差獲得的加速度 對,這部分很難計算 可是,也就是我做的功能部分難以計算 可是我沒有辦法從他得到的能量來計算我做的功能 有沒有辦法 我從這邊,拿到這邊停止的 我可以從板差得到的能量來計算我做的功能 那可以吧,沒有高度,沒有他的質量 對,沒有錯,沒有錯,就這樣子 我可以從板差的位置改變 我可以知道他能量增加了多少 我們就可以知道我消耗多的功能 懂嗎? 雖然說這是一個背話 但是因為你脫位的關係 我們在計算,有些時候我可以計算 譬如我舉個例,我把那本筆丟出去 好 我離開手耐沙拉,我可以 我離開手耐沙拉,我可以到這分筆的速度 我可以計算,像頭棒子不是可以用測出器嗎 重出去,98mm 很快吧,98mm 你們都沒有拍手很快 很快 98mm 好,那我問一下,我手濕了多少力 好不好算 可以吧 事實上是很難算的,我很難算的 因為我濕了力一定是 開始加速更用力 好,開始沒有用力 我的力量是變化的 我力量不是一直固定的力量 對不對,我很難去計算 我這個時候濕了多少力,很難計算 可是我可以說,我做了多少功能是不是大 可以 怎麼算 算動能會 對,算動能改變啊 我譬如這個球 這個球本來是沒有動能,動能是0 我開始舉起來 重出去 他的速度重0,他的速度變得有速度 他是變得有動能 我只要把這兩個能量相減 他得到的能量就是我做的功 你就知道我消耗多少功嗎 譬如我一定應該吃多少飯 假如我今天投100球 我每一球需要消耗 二十膠肉的話 我投100球是不是消耗兩千膠肉 我是不是應該吃兩千膠的能量進來 我才幫我補充我的能量 是不是這樣計算 我譬如說我們在計算 減肥這件事情好了 你們看喔 為什麼等一下說 你走路 有沒有有些記錄器啊 或有些那個記錄器的那個APP啊 你走路了 他可以計算出你消耗多少能量 你爬樓梯了 他就給你消耗多少能量 對你從你消耗的能量 整天所消耗的能量 就會反推說我一天應該吃多少飯 也是這樣來的啊 他從你做了多少事情 做了什麼事情 去反推你多少能量 上面看這個事情的時候 他先問你一件事情 你的提供多少 不是 他有質量 為什麼跟提供很有YP 質量 質量 為什麼跟質量很有YP 為什麼 因為你看喔 他該算出你吃了多少 那個消耗多少 他該算出我多少消耗多少 因為質量越大 他消耗的能量越高越低 越高 越高嘛 你看我爬樓梯好了 我爬一階 我80公斤 我消耗的應該覺得比正宇高 正宇才50公斤啊 他拍一些 他味道增加比較少 因為MTH嘛 是不是MGH 他的G跟我的G是一樣 他的H跟我的H一樣 他的質量跟我不一樣 所以質量越大的 效耗的能量越高 是不是這樣 所以我相對來講 吃的飯越多 對啦 那你不知道為什麼 節目啊 節目啊 蛤 這是節目啊 不是啦 先不沒有到那邊 你說再講一遍 這跟我跟冷的關係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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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說 哪個電話沒有動 哪個電話沒有動 我有聽懂 不是啦 我是說這跟工跟冷的關係 是什麼 好 你一部車子 你要把這部車 爬到山林上去 你現在還要舉個例子 我再舉個例子啊 你知不知道 你要需要做到能量到這車 山林上 那我可以算啊 因為他爭 為什麼要增加嘛 我就知道我要加多少氣候啊 他才有這個能量讓車子上 三頂上 是不是這樣子 我要把這個火箭 打到月球上去 我如果知道他能量的變化 我就知道我需要給他做到能量 我就知道這飛火箭要射去多大一隻火箭啊 是不是很有關係 假設我不知道這之間的轉換關係的話 你不知道衛能 衛能 衛能跟動能都有關係嗎 那跟工跟阿倫 很好 工就是你所消耗的能量啊 工就是你所消耗的能量啊 工跟能事實上同的東西 他只是在講的時候主食跟被動 主動跟被動的關係而已 那衛能是 溫能 衛能通常是跟位子的關係 衛能是從高度的改變 我們講中立位子好了 中立位子 位能有好几种 单纯的讲位能 是说当你的位置改变的时候 你需要施力 你就会有位能改变 我因为一种位置我需要改变力量 譬如堂皇 我把从这边拉到这边我需要施力 这过程当中因为有施力又有距离 是不是我就做够 这个能量就改变了 所以假设一个是堂皇 或有一个小明星我把它拉开了 这样的能量比较高还是这样的能量比较高 当然是越 拉开越高嘛 因为你会想到拉开就放开就弹回来 一般来讲我们所有的能量 从高位能到低位能 所以当我拉开放开它会自动弹回去的话 表示弹回去这个点是位能比较低的 拉开是位能比较高的 我的石头我如果拉起来 我放开它进去掉下去 表示哪边的位能高 我现在讨论是位能高 我现在讨论是位能高 你一直说假的 我讨论是位能高 就是知道位能是什么 位能就是因为位子改变 之后它能量就更改变 去到位能 它位子改变能量更改变 对 那我先把这个本笔 从这个点拉到这边 它的能量有改变 那就是有位能 有 有啊 因为它往下掉了 能量通常是从高位能到低位能的流动 所以你们说位能是位子改变 而能量就能改变 好 如果只要位子改变 那我们能量改变 它就是有位能 好 所以我们刚刚讲重力位能 是因为在重力的环境之下 在重力环境之下 但我们这物体提高了它的高度 它就产生了一个位能 它就增加了一个位能 它增加了 这就是重力位能 OK 好 那另外一个是我们在学到 我们学到上礼拜天 我们在推导的是 位能 怎么转换成动能 好 怎么从位能转换成动能 啊 大家好 好 什么是动能 我刚刚不讲了 啊 刚刚不讲了 什么是动能 就是 它有速度 它就有动 对 有速度就有动 任何一个部品 只要有速度就有动 好 运动的能量嘛 就是移动的能量 或者说 它 不能讲移动的能量 就是说 它当它具有速度的时候 它就具有的 具有的能量 而且速度越快 能量越高 速度几乎没有 比如我现在 我举个例子好了 我现在把这钉子 钉到图里面去 我让铁钉钉下去 我铁钉如果放在上面 是没有速度的 就钉得过下去吗 看胖胖 看铁钉重不动 铁钉重不动 铁钉重不动 表现上重力的位置 铁钉过重的话 可能会不过来它 下去 那才重力的影响 可是我如果是这样的 经常逼呢 我如果这样的经常逼 铁钉放在这边 没有速度 会不会定量下去 不会嘛 所以铁钉 从那么圆的地方移过去 需要这铁钉 有没有胃能的改变 没有胃能的改变 没有胃能的改变 因为它同样高度 它同样高度 有胃能的改变 那是重力胃能的 什么 对它重力胃能没有改变 这铁钉重力 那是胃能没有改变 胃能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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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其实也算是胃能的改变 这不算胃能 因为它能量没有改变 那胃能定义就错了 这样子能量怎么会没有改变 你来拿 不是 我的意思是说 这个点 不是吧 你刚刚不是说重力胃能是胃能的一种 重力胃能是胃能的一种 那胃能 你刚刚给胃能的建议就是 它的位置改变的话 就是胃能改变 如果位置改变 然后会造成能量改变的话 就叫做胃能 这个点 我把它移到这边来 这个点 跟这个点 它胃能改变 等一下 你稍微会点成吗 妈妈现在回到这里来 现在甜点就放肌肉 我把这粉笔放到这里 我把这粉笔放到这里 这粉笔我为什么会改变 位置改变 位置改变 那能量有没有改变 没有 能量有改变 所以这中文为了 我位置有改变 那能量有改变 有没有改变 回答我啊 没有人回答我 只有医生问 能量有改变吗 能量怎么改变 能量 镜子在这里 跟镜子在这里 都没有速度 那没有改变 能量没有改变 对不对 你要这样讲的话 你镜子在这里 跟镜子在这里 速度也没有改变 可是有问题 我从这边 跺下去 跟从这边跺下去 能量一样吗 所以你要说一次 它从这边镜子不动加下去 跟从这边镜子不动加下去 能量是一种 能量是一种 隐藏在里面的东西 这个东西 掉下去 我这边感受到的 被它做的弓 跟这么高 掉下来 我这手感受它 对我的手做的弓 弓比较大 比较高的能量比较大 我这边会感觉到 比较多的能量 是不是 比较多 这个点的位置 比这个点的位置高 有没有问题 好 同样这个点 跟这个点 我现在位置不一样 高度是一样的情况下 我这个点 手感受到的能量 跟这个点 手感受到的能量 一不一样 那表现它位置是一样的 对 那这样我这样移动这个位置 有没有改变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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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明是说 因为铁的也这样子 你的那个 没有 不会变大 对 同样的 假设这边有个素 或者木板 我的木板 我拿 球 轻轻的丢过去 碰到那个木板 咚 掉下来 我 王建民来 一丢 木板被提穿了 好了 你觉得这个木板会改变能量 是我丢的 比较能量比较高 还是王建民丢的能量比较高 那木板会越来越多王建民 蛤 王建民的能量比较高 为什么王建民丢的球 会能量比较高 因为他速度比较大 动的比较大 因为他速度比较大 动的比较大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水平 对 他动的 动的比较大 对 就速度比较快的快速 你看我要盯个钉子 那你跟你讲位 现在已经回到 已经不讲位哪 位能量比较高 你应该讲他动能比较大 讲他动能 我应该讲动能 那你跟你举的例子有什么关系 哪个例子 你说王建民这样丢到射角 动能比较大 所以我已经把位能强 人家跳回来讲动能 对 我一直举这个例子 举这个例子 因为我刚刚讲 我丢了球慢慢的 所以撞到墙壁 跟王建民速度 撞到墙壁 结果王建民的球 可以把墙壁打穿 我的球是碰碰的跳下 那就这个墙壁的感受来讲的话 是我的球比较能量 还是王建民的球比较能量 王建民球比较能量 王建民球比较能量 速度比较大 所以我们跟他们说 动能是跟速度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再回到我们刚刚叮叮子的例子 假设那个铁钉在这里 我叮叮子 我那个铁锤拿从这边 我刚才回到最延迟的例子 我从这边到这边 我问你的是 我撞上去 假设我的速度是0 我从这边速度是0 移到这边我速度还是0 移到这边速度是0 移到这边 起来水平的 可以做到 就是 这样速度是0 那你说我只要得这样 才要上可以浮 对 我这 好了 你不要逢我为什么这样 我只是 就刚好有这样做的事情 我从这个高度 那两个高度都一样 我从这边速度是0 移到这边速度还是0 的情况之下 我这个铁锤 有能量改变 你从这边速度是0 移到这边 你竟然移到你 就是有镜柯 移到这边速度哪还是0 我可以 我可以解數嘛,我讓他速度是0可以嗎? 我可以控制他速度是0啊 可是我覺得你講話這樣感覺有毛順啊 為什麼? 因為你說他這邊速度是0,比到這邊速度是0那很奇怪啊 我可以跟你講你面前停下來啊 速度是0啊,我就下0下就不可以 不行啊 我講話要打你 你看你從這邊到這邊速度怎麼會是0啊 你只是剛好到這邊說是0而已啊 喔對,我已經講是剛好那邊是0啊 你要不要這樣講 只有你去某樓啊 天啊 好,OK 你就會有什麼時候放速度就會有一個類似的 我速度控制他,我剛剛講控制他 我控制這個鐵錘,從這邊速度是0 到他快放到鐵錘之後速度快是0 學校我說鐵錘的能量有沒有改變? 沒有 沒有改變嘛,因為高度同個高度對不對 速度都是0嘛,速度都是0嘛 也沒有動的 沒有改變 沒有改變嘛 所以他敲不進去啊 到的速度是0,你就這樣講 我釘子放在這邊 我怎麼能敲得進去 沒有速度怎麼敲得進去 所以我必須拿起來 用力敲到這邊時候很大的速度 我鐵平常被我敲進去嘛 我很大的速度跟很小的速度 哪個不要用力敲 大速度嘛 所以你看我大速度 會不會有越大的能量 這樣辛苦嗎 我不是拜託嗎 是,是廢話 是廢話 在你的眼中 你被哭你都是廢話嘛 但是事實上不是的齁 他在過程當中 我們會知道是為什麼要這樣做 因為上次我們有做個推檔 你把程序全部都加上太好了 我們上次我們推倒 這個區域塔會轉換成2分之1V 區域塔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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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那個 那個速度 區域 好啦,我們回來再一個 另外一個題目 我現在幾個都在這裡 沒有關係 我問你們題目 現在這個人 從那個點移動到這個點 假設這距離是低 我的 我一開始的速度是0 V0,N0 可是我有個加速度 的方式前進 移動到這個點 請問要到這個點之後 我的速度是多少 會不會算 有個人 有個距離 對,有個人 有距離 然後 他要跑這個D 他這個過程當中 他用L加速度在前進 他移動了D距離之後 到D這個點上 他的速度是多少 A D A D 再講一遍 A D A D不是 A D不是 為什麼是A D 他用那個速度 走的距離 他用那個速度 走的距離 是他的 他的速度 一開始是0 他用一個加速度 A前進 一個D距離 到了D距離 這個點上 他會去 這個 應該算得出來 當然算得出來 BK圖 好,我舉個例 你把他反過來 這個 粉筆從這邊 掉到D的距離 在過程當中 一開始的速度是0 他的加速度是多少 9.8 他落到這邊 他快碰到我手之前 速度可以算算嗎 可以算 可以算嗎 一定要可以算啊 一定要可以算啊 怎麼算呢 好了 我們來做B T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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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再講一遍 沒有 B T圖 B T圖 時間到這邊 他的速度是多少 A 速度是多少 A 速度不會是A 速度怎麼是A 所以A的速度走 A的加速度 速度應該只是0 A的加速度前進 到這邊 他經過T時間到的速度是多少 A T A T 非常好 A T 他所走的距離是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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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啦 他所走的距離是0 這塊是0 對啦 那我覺得我剛才講沒有錯 2分是 因為你又沒有說0 2分是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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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B是多少 2分是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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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分是at平方是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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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是不是D 是不是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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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